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好样For Mosa 黄色小鸭旋风进入高雄第一天 就有十几万元顶着大太阳要看小鸭 也有业者推出游艇赏鸭 让不想人挤人的民众搭船近距离欣赏黄色小鸭 目前预约航次已经超过20个航班 看到了好巨大的黄色小鸭 搭乘赏鸭游艇辽阔的视野 随着游艇缓缓绕小鸭 游客在海面上可以360度近距离欣赏 就一开始就小小只的 然后船要接近它的时候就越来越大只 然后就很大 不知道怎么讲就很大只 就很高 还蛮漂亮的 黄色小鸭其实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是小朋友的玩具 可是现在会变成全世界受瞩目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 它又可以环游世界 就我们看到觉得还蛮开心的 黄色小鸭预估将吸引三百万人潮 看准这股商机港务公司与餐饮集团合作 推出总统级贵宾船赏鸭行程 将美食文化还有一些文创的产品 一起来整合 让大家能够来到高雄 就能够享受到高雄的热情 幸福的小鸭 光荣码头外头钻洞 人人顶着艳阳想找个最好的拍照位置 想要轻松悠闲地欣赏黄色小鸭吗 搭游艇赏鸭是个不错的选择 新唐人亚太电视许美会 叶大为台湾高雄报导 感谢观看 新唐人亚太电视